老字号的台菜餐厅国富饭店传出要吹息灯号 位在基隆市七堵传统市场里的国富饭店 从日治时期开业至今已经走过了86个年头 传统台菜加上用料实在备受逃客的肯定 不过最近业者在脸书上贴出公告将在4月底要结束营业 消息一出让很多民众直呼可惜 走进餐厅 圆桌上叠起来的碗盘是台湾民众最熟悉的场景 位于基隆市七堵传统市场里 老字号台菜餐厅国富饭店 陪伴民众走过86个年头 如今传出要吹起席灯号 领书贴文po出餐厅将于4月底结束营业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照顾 也写到结束是为了更好的开始 这不会是国富饭店的终点 和民众站别 相约再会 老板娘坦言疫情也是让她决定结束的重大原因 我从去年中元节之后 中元节生涯很好 可是中元节之后就没有人了 完全没有 完全没人 那你也不能怪客人 因为大家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国富饭店从卖蛋载面起家 1935年开幕至今 已经传到第三代 由于用料丰富 价格实在 几乎天天满座 备受逃客的肯定 然而疫情之下 餐厅营业受到影响 老板娘只能忍痛结束营业 相长跟这个是我要请护理师吃的 谢谢他们对疫情的付出 将最后剩下的订单完成出餐 餐厅就要和民众暂时道别 至于未来是否有机会重新开业 再和大家见面 韬客们恐怕只能耐心等候 记者蔡志恒 基隆报道